位于大东旁江街的季州岛汤泉 已经开了很多年了 在沈阳喜玉界绝对能排上前几名的 这么多年还有很高的人气 发现这里的卫生和服务都还不错 他家的装修风格都是圆木式的 给人特别舒服的感觉 这有点像去韩国享受喜玉了 进门需要脱下鞋子 整个两层楼都是光脚行走 很是放松 不管是喜玉 水玉 还是休闲大厅和汉城区 殿迹都很大 沈阳不愧是中国的玉都 感觉全民都那么爱洗澡呢 今天是周末 一家老老小小都出来喜玉了 太热闹了 洗水乐园都是含在门票里 免费的 家长们陪孩子在这玩玩水 其乐融融 用力吃 他们务必须要用海盈克服务 换食物 在这玩家里 太热闹了 这一家里 都这么冷 靠兄弟 是 空间 还能吃 我把鱼探给鱼了 亲亲于聊 有鱼到里面 我抓一条鱼 看到鱼了 这不鱼吗 这有鱼 看到小鱼了 这休闲大厅好大 这么多人 休息大厅 黄土坊 他下的门票49块钱 含水上乐园 一米二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 两个人门票99元 还能免费喝茶 价格也算很亲民了 煮茶清水 这是喝茶的地方吗 明镜之远 明镜之远 看起来的鱼 多大呀 老大了 这是什么 水饭好了啊 这收费吗 收费 多钱呢 冰激凌 自由搭配 选口味 自由搭配 你喜欢什么味道 来一个 巧克力吧 这个是桃鸡堡 全民推根 这边是桃鸡堡 这边可以一下啊 盐盐玉 看一眼 盐盐玉 盐盐玉 这里面 这边是那个玉板 卖蒜石 小石头点 卖饭石 有休闲沙发 然后下面是小窑洞 小窑洞 是不是挺好的 人家还有电视呢 这边还有 我这边靠窗户温度有点低 这里多好啊 影视厅 能看电影 棋盘市 这是刚玩完的 那边是帐篷区 帐篷区 帐篷区 帐篷区就算这里闹钟取静的地方 周围绿植点缀的有点像露营 每个帐篷区 每个帐篷都是独立的空间 保留了一定的私密性 小帐篷 看这里面睡好多人 这里面像小森林似的啊 看看这里面 明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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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买的139元收入门票 是含这些餐的 感觉是超划算的 这个大拌菜挺好 汤铁口 还有一个冷面 还有一个石锅 鸡蛋豆腐没上 石锅拌饭 农家小炒肉 肚底饭煎菜挺好的 小拌饭 拌得真好 韩式的 非常地道 分开了 一分为二 分开了 一分为二 还差一个石锅豆腐 这冷面二十一块 一分为二 然后这里面还有牛肉呢 还挺货任价实的 石锅豆腐来了 你看看 石锅豆腐和冷面是后家的 不含套餐里 看着石锅豆腐 在这里泡泡 泡到没 烫的 慢点啊 也好吃 好吃啊 这叫那个 鸡蛋豆腐 铁板鸡蛋豆腐 这好吃的 鸡蛋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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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楼的休息厅 终于找到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 鸡蛋豆腐 这里面els 我不能定乱 什么 现在都快十点了 鸡都睡觉了 小孩还不走 还玩正欢呢 谢谢大家